大家好,我是王狗 我收到了蠻多網友投稿給我的靈異照片 恐怖程度其實我覺得不輸給日本不是有節目 十大靈異照片這種 那我今天就是想要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一些我們民間網友自己拍到的靈異照片 看之前呢,手機螢幕調亮 那準備好了嗎? 那個... 而且晚上的時候不要看好了 因為晚上的時候其實看來會有點恐怖 如果現在是白天的話呢 Let's go 第六名 迷洋的迷糊 其實很明顯 這一張照片前面有一團 很像那種人家煮東西有熱氣的霧 這個人說 這是他朋友的朋友的車禍事故現場 這張照片呢,我給你們有看過了 他是說這張照片上面的這個坡 其實是一個淵嶺 但是沒有答案 只是這個地方引起比較重一點而已 今天我要帶你們看一下第五名 背後的一隻手 我給你們五秒鐘的時間來找一下異店 對,沒錯 你發現了嗎? 就是在這個男生的肩膀後面 這一張照片呢 是他們全家一起出去玩 走山路 遇到鬼打槍 結果後來他們拍了一張照片 發現這個照片 背後 有一隻不知名的手 那這張照片我給 廟主看過了 他是跟我說 這個手 是不懷好意的手 如果這個人你有在看影片的話 我想說 絕對不要緊張 保持信念正確 自然正向 也就不會有什麼太危險的事遇到你了 是希望 你不要因為這個照片造成慌張 接著呢是第四名 窗外的幽靈 我會給大家五秒鐘的時間早一點 對,沒錯 我都看到了吧 放大其實可以看到 窗外是有一個 漂浮著 穿白衣的女子 這個是他的眼睛 鼻子跟嘴巴 左邊的這個東西 講真的 有點像一個骷髏腿 現在看了都有點雞皮疙瘩 這一張照片呢是 當事人跟我說 他在南部的一間飯店所拍攝到的 我也給廟主看過了 他說這個好兄弟就是 常聚在這裡 是沒有什麼惡意 就是恰好被拍到而已 接著呢 我要帶大家看的是 第三名 書櫃上的亡靈 我給你們五秒鐘的時間 找一下疑點 對,沒錯 這個小男孩 前面的書櫃 你們有看到 這個亡靈 其實他是附著在這個玻璃上面的感覺 如果說木板有色差就算了 但是你們可以看到上面那個黑色的盒子 感覺就是有一層東西飄在這裡 很像在瞪著那個小女孩 我不知道 我看了有點不舒服 好甜蜜 因為我拉很緊 然後很緊的看 這一張照片呢 我也是有給你們的看過 他是跟我說這個亡靈 像是那種地基組之類的 感覺到跟這個小男孩 還是有關聯的 準備好看 第二名了嗎 迷漾的鬼 這個蠻有趣的 我給大家五秒鐘 照一下疑點 對,找到了嗎? 右上角這個 士兵的背 肩膀上背著一個長槍的感覺 這一張呢 很明顯他就真的是拍立的拍出來的 大家有看過我 晴天剛上面那一部吧 我在背後也拍到一個很像古老的士兵 穿著什麼柏魚椅之類的畫面 這一張又比我那個更明顯 真的很像背了一個東西 然後背對著的一個士兵 廟祖他說後面這個士兵 是一個中國人 但他沒有散發出殺氣 其實是蠻哀愁的 可能他的屍體 可以埋在這個地方的底下 實在不太喜歡看這種很厲害的東西 真的很不舒服 那大家準備好了嗎? 我帶你們看看地名 屋子裡的怪物 大家應該很明顯就看得到了吧 那時候看到我覺得 有點像是流浪漢住在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一部片 叫做報告老師怪怪怪怪怪怪怪的怪物 裡面不是有兩個怪物嗎? 這個東西呢 長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像 所以我才會把它拍成地名 而且真的太明顯了 我有一樣去詢問了一下 他說他散發出很強很強很強的邪氣 感覺那一種物質不要靠近 其他的他就沒有多講什麼了 對那最後看完這六張照片呢 希望拍到這些照片的人 不要因為說了一些話 而影響到你們本來的生活 會是開朗 多做好事多說好話我覺得 這個才是首要 祝大家都有一個很美好的造成 或者是一夜晚 那如果喜歡YouTube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分享來喜歡 謝謝大家我是網購 我們下次見 Bye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